一场双丘的特殊会见 造出他们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你怎么从来这样的 他的一意孤行 他的一念之差 让一个原本完整的家支离破碎 你们几个光在里面 就我这么高兴得了 早餐来也不太希望 求徒姐弟重新开始 即将不二三年12月1日的上午 浙江省石里平监狱的民警 即将在这里为一位叫夏宾的服刑人员 安排一次特殊的亲情会见 夏宾即将见到的是谁 民警为何要煞费口心 为他安排这次会见呢 对他改造生活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这一切还要从2022年 他入狱不久开始说起 你在说谁呢 说你啊 你再说一遍 你看有毛病了 他已经经历了吗 哎 哎不叫走 来打 不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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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带走 把他带走 你什么钱 好 好 好 他叫夏斌 十年三十八岁 2022年因开设赌场税 被判处有机徒刑三年六个月 押入浙江省石礼平监狱服刑改造 进了监狱 就是自己很消沉 意思各方面的东西 就是不想去跟他们接触 也不想说话 我要看你不顺耀 或者你说话不好听 我想跟你吵架 就是这种心态来 因为我们处置的多了 对他印象也就多了 我跟他前后就是应该聊过五六次 就那段时间他到我们分店去以后 然后总感觉就是聊不出什么东西 就是觉得好像所有人都不要去跟他接近也好 夏斌的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 对他今后的安全监管 服刑改造生活 极为不利 但如何才能让他尽快向民警打开心扉 适应域内的改造生活呢 就在管教民警杨坤为此事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让他看到了突破点 这个女子监狱他们联系到我们这边了 说他们他有个问我们是不是有个人 我说是的 然后他们有个姐姐在他们那边复兴 那我听到他进来了这样子 那我真的是很崩溃 一边是很心疼一边是很气愤的 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 不应该跟我走一样的路 嫁民十年四十一岁 嫁宾的二姐 2021年因反荣流介绍卖淫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两个月 我是提到他们两个我就 心里面确实有怨恨 其实没有他们这样子搞起来 我们两个不会进来的 根本不会进来 我们虽然顾得苦平平荡荡 可是也不会去走这个犯罪的道路 那现在我们两个都全部在里面了 外面的生活一塌孤独 民警看待出 夏宾提起同在狱中的二姐夏敏 拦掩自己内心的怨恨 他觉得自己走到今天这步田地 都是因二姐而起 那么夏宾的犯罪 与他的二姐有什么直接关系 夏宾口中的他们两个人中的另一位 又是谁呢 夏宾与夏敏又是如何走上犯罪的道路的呢 2016年的冬天 夏敏正在家中照顾 还在强保中的儿子 突然接到了一个许久未联系过的同学的电话 他就是打电话来说 你男人欠我钱 你看怎么样要还怎么样 我说我就很懵呀 我很惊讶他怎么欠你钱了 又到就是他好像借了一个什么平台的钱吧 也打到我这里来 接连几日催款电话 让夏敏有种故乡的预感 近期一直在外地打工的丈夫 一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他急忙把丈夫叫回家中 问何究竟 实在忙不住了 后来他就跟我摊牌开了一个超市 小的那种 就是便利店的那种 然后也加盟进去这样子 后来没多久 然后跟我说钱没有了 卷掉了 然后他就拆东墙帮不西墙 想起自己身上的这些突如其来的外债 想起那段违背父母的意愿开始的婚姻 夏敏又生气又委居 难道自己当初一夜无形的坚持 真的是个错误吗 今天工作离力是很近啊 我们认识了 聊得来啊 各方面的东西 翁天带回来的 纹身我也没看到 后来好了 手一拉上去喝酒了 开始喝酒了 就开始全部的形象就一塌糊涂 要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是全家人反对的 我这个姐姐是死皮赖脸的 就要跟她在一起 哭得闹得 那我妈妈是很反对 然后你要走了 我要把你腿都打断了 我说 那我就走了 两个人在一起 黄孕了 生了个小孩 为了自己内心的那份绝强 和强保中的儿子 夏敏决定和丈夫一起 共渡这个难关 保住这个家 保住自己这段来之不易的婚姻 本来他是 我觉得就是亏点钱也没有关系 因为就算我自己 那我在沥水那边打工 就是去卖服装 服装店 我也是有经验的 那六七千块钱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那他是开货车的 给他一万五一个月 叫他开商店修商店 就是很辛苦的那种 就吃喝拉撒都在车上的那种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可观 我说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就能把钱还掉的 就这样坚持半年后 让夏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不甘这样平淡无奇生活的丈夫 再次背着自己 拎而走险 就是感觉这个钱 他想把它一下子就 翻回来的那种感觉 他已经不学好了 跟人家去厂子里面玩 赌钱干嘛的 那我们的沟通就会有吵架了 交给别人 去那里取钱 他自己人 在拿着我姐的手机 好了那边钱一取好了 他这边那个信息发过来 他立马上掉 人就走了 如果说我们不离婚的话 那我可能会 电话都会被打爆掉 情感的破裂 债务的压身 让内心彻底失望的夏敏 选择了与丈夫离婚 结束这段自己苦苦维系的婚姻 离婚后 夏敏的丈夫抛下一堆债务 便不见了松野 无助的他只好抱着孩子 回到娘家生活 就是跟他离了婚之后 就是那时候真的 感觉整个天到他家来了 小孩子那时候很小 一岁都可会生病了 真的是 每天就抱他在医院里面 打针 我们就没有工作 我二姐妹后来就哭的 跟我们说 我们能怎么办 能帮的就是帮他掏钱 能补一个洞 上一个洞 真的我们帮不了的时候 好了 他自己去想办法 就是我们旁边那个小区 他那些宾馆 就是那种小宾馆 他们都是做这些事情的 可能你租过来的话 大概有三四层 自己租两层就好了 那两层可以租给别人 你的房租可能就赚回来了 他知道你这个店是有小妹的 那他们自己会来找你的 找你的话你就就把女孩子介绍给他就好了 从情绪抽成就是获利 我叫他不要弄了 我说哪天你进去我压力会更大 他不听 他说我这些钱谁来还 但此刻夏敏觉得已经穷困潦倒的自己 终于找到了一条轻松又来钱快的路子 无论家人怎样劝说 他都不愿意停下现在的脚步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其实夏敏等多人的违法行为早已被当地警方发现 一大片的全部都抓了 我们那一批抓了就三十几个 2020年11月13日 当地警方以涉嫌容留和介绍卖淫罪 将夏敏等多人抓获 2021年3月 夏敏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5年2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 多多少少会知道的 那肯定是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 那你想到这么严重的话 后果那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如果觉得我的天要塌下来了 我想那这么长时间 我的孩子 我的妈妈怎么办 他那个儿子也是放在我们那边的 面对姐姐的巨额债务和十万元的罚金 价值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姐姐的儿子 总共三个孩子的护养费用 属实让在小县城做小本生意的夏宾压力山大 苦苦坚持半年的夏宾 开始有了恢复之想 认识一些老板 叫他过来玩一下牌 平常也是好朋友 就是说帮忙捧一下场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帮忙开个房间 各方面的宿舍事情 或者买买饮料 帮他们的各方面的东西做做 就是这样子 为了逃避警方的眼睛 夏宾和他的土伙们 在多家不同的酒店开房 组织具有赌博行为的聚会 赌局开设十天后 夏宾及同伙被警方抓获 2022年 夏宾因开设赌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省施礼平监狱服刑后 夏宾的母亲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 告诉了野塞狱中服刑的二女儿夏敏 得知这一消息的夏敏 难掩心中的愧疚与担心 他就是说 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 说你弟弟也跟你走一样的路 那我就 整个 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是 自己也是嚎啕大哭 不知道用什么心情去表达 当时的情绪就是非常的崩溃 他觉得就他自己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 为什么弟弟也跟他走一样的路 我们对他的影响还是有一点 不管家庭来讲还是我们来讲 我觉得教育方面各方面的还是欠缺一点 看得出夏敏的心里 也十分惦念自己刚刚入狱的弟弟夏宾 不知道他在内里改造的如何 是否能适应狱中的生活 夏敏的管教民警们 做好他狱内心理上疏导的同时 即是与浙江省施礼平监狱取得联系 双方民警将两个服刑人员的改造情况 和他们的犯罪成因 进行深度的交流与沟通 因为他文化程度是只有小学的 可能也不是说很愿意去学习一些新鲜的事物 就极限状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自身出一些违法的念头 去产生一些违法的行为 他的性格根本就是一个经济 就感觉这个姐夫害了他姐姐 然后他姐姐影响了他们家庭 他肯定也是对他姐姐也是有很大的怨气的 我觉得 他其实希望他弟弟在家里面 就是多照顾母亲 多照顾孩子 那么家里的小孩是他妈妈在带 住在这个出租屋里 还要抚养他弟弟的小孩 所以他母亲可能在小孩抚养的压力上 也会比较大一点 其实跟他弟弟相当于有一个隔阂嘛 然后两个人的改造状态 都不是特别的积极向上 通过这一次交流和沟通 民警们发现 求徒姐弟在外时没有一技之长 法律一时淡薄 入狱后 姐弟两人心存惦念 也心存怨恨的矛盾心理 但好在姐弟俩都是第一次犯罪入狱 恶习并不算太深 如果他们的这些问题 第一时间得到关注和正向引导 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改造中的信心 也可以降低他们出狱后 再次犯罪的风险 对他个人我们也是一人失教 一人一策 尤其像现在的环境下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现在是显然不能解决很多复刑人类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是使用多把钥匙 合开一把锁这样的方式 通过多元主体 多元方式去化解 寻找解决罪犯矛盾 或诉求的一些途径 那么哪一把钥匙 才能开启罪犯下宾 封闭心里的这把锁呢 一个是思想政治教育 石里平监狱特地为姐弟两人 安排了一次特殊的双球会见 觉得两个人都放了岸的人 不可能给你去见面 我是这样子想的 后来把指导院的安排下 我说能见面 我说一下子懵了 看到他的时候就是 又开心又开心又心酸 心酸呢 因为他在这里面看到他 这个样子 开心的 见到他这么久没见了 一年多两姐妹没有见过面 看着同穿囚服的姐姐和弟弟 亚宾和夏敏 难掩自己心中的懊悔与自责 你知不知道 当时我听妈妈说 你进来的时候 你进来的时候 你能给劲强一点好吧 你进来我压力很大 我知道 像你带出来的消息 什么信用卡 法框 我都知道一清二楚 我能帮的我肯定会帮 我跟你说这些东西 当时我真的没有说 是让你还 我是让浩子 他自己该弄的 都是教你的 然后你就把这些责任 全部背到你身上去了 他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他会管你死活 反正我有的东西 我全部都卖掉 知道他没有跟我家过 所以我心里也很内疚 你怎么找一个这样的 在悲伤中 弟弟夏宾 请不自禁想起了 他的前姐夫 夏敏的前夫 他觉得 如果二姐当初 不再坚持这段 不被家人看好的婚姻 自己和家人 也不会走到这部天地 我说不出来 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是很崩溃的 我觉得可能 因为我 真的会影响他很多东西 觉得对不起我的母亲 然后他太操心了 那时候没结婚 自己没有体会到 就是说那种 祝母亲的那种感觉 就是妈妈口死了 我们两个就紧了 我把老婆一个人 撑不下去 不会的 他会为我们撑下去的 夏敏跟我说 他身体而不 是的 这里痛那里 听到弟弟 对自己的怨恨和不满 夏敏的内心 也充满了四色 但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鼓起勇气 劝说弟弟 放下过去的一切 好好改造 一起努力早日回到家中 其实现在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 父母健康 其实你们都好好的 我们出去都好好的就好了 至于那些 我们都不肯定 夏冰和夏敏的特殊会见结束 夏冰和夏敏的改造态度 有了明显好转 就是说千万不能赚快钱 就脚踏实地的 你去打分工也好 自己哪怕去摆个摊子 或者是做一份小生意干嘛的 就是不要摊省力的钱 你一旦摊省力快钱 那肯定是要进来的 这是我最大的认知 慢慢我这个姐姐见了面之后 有了目标 慢慢的我又跟指导员说了一些 就是说等于就是说 以前觉得自己不好好做事 的各方面的东西 特别是弟弟夏冰的变化 让他的管教民警颇感欣慰 看到上进心十足的服刑人员夏冰 民警想趁热打铁 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个 可以学习一技之长的技术岗位 和一些普法书籍的阅读 希望他可以在狱中 有限的时间都学一些 对他出狱后能自食其力 有所帮助 然而细心的监狱民警 通过浙江省施礼平监狱 在罪犯改造工作中 探索实行三走进的工作方法 很快发现服刑人员夏冰 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问题 石立平率心探索实行的一个三走进 就是走进罪犯小组 走进罪犯心灵 还有走进有困难的罪犯的家庭 我们每个小组都是有报告面经的 这些人我们又探索了日收日解 对罪犯的一些情况 这个收集 当天必须要解决到 这个确实对犯情更加了解 同时对教育工作更加的及时 浙江省施礼平监狱的民警 在这样全面细致的工作方法和要求下 服刑人员夏冰的管教民警 也很快就发现 虽然现在的夏冰 可以在改造中和生活上 严格要求自己不犯错误 但他的情绪并没有太大好转 反正我那个大儿子很不听话 一打电话就哭现在也一样 派出所已经去了六次 都是打架 把别人打掉 好了 我老妈没一个老人家 又去了派出所 又要赔钱 前卫又没钱 又要把他找回来 又愧疚又没管好 就是这种感觉 感觉他欠了他很多 你真的骂他 感觉到自己都没做好 有什么资格去骂他 夏冰告诉民警 他从母亲那里得知 自从他犯罪入狱后 他正处在青春期的大儿子 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听从家人管教 常常夜不归宿 自己的父亲为了贴补家用 在外打工时 也被锅炉烧伤 但是他锁骨也断了 脚也断了 然后现在脚的话 可能就留下了残疾 走路就不方便了 老爸没办法 跟我老妈又合不来 一个人在老家 吃喝我也不知道 进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 去谁那里吃也不知道 怎么样我也不清楚 其实心里是很接线级的 就是你说他哭 他也想哭一下 但是他的情绪就发泄不出来 夏冰所在监区的领导和民警 为了执行和贯彻好 三走进的工作方法 更好帮助夏冰减轻心理负担 让他轻松改造 特意将夏冰的情况 上报到监狱每周举办的教育改造例会 进行进一步汇报与分析 夏冰南汉族 1986年2月16日出生 刑期是3年6个月 今年4月份 他们女子监狱联系到我们施利平监狱 说他这个二姐 这个也在他们那边改造复刑 两个监狱对接好以后 安排了他们 那是双球会见 然后这作为一个突破点 那我们分店去后面 也聊了聊后来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对他家庭的忧 那主要是担心他这个父亲母亲 还有就是他这个大儿子 现在主要做的工作 是在走进他心里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走进他的家里 第一个要利用好三者建机制 要加强两个单位 拧紧的相互交通 保清楚 谋认的深圳诉求 化解危机 为了对服刑人员夏冰 有更好的改造和邦教效果 监狱主抓教育改造的领导提议 这次家访活动 夏冰夏冰所在的 监区管教民警 可以联合办公 共同帮扶 接到的夏冰和夏冰家的实际情况 监狱民警兵分两路 夏冰的一位管教民警 和夏冰的管教民警 一起去往他们的老家 看望他们刚刚出院 正在家中休养的父亲 而另外两位民警 则去在县城 陪读孩子们上学的出租房内里 了解夏冰母亲 与大儿子的实际情况 带着他们的这个情愿 带着他们也是对母亲的一种忏悔 把他们这个心意带到这里 我两个担心 我很担心 对 是很担心 他想想在那儿都小孩 如果我一个人成为老小孩 就放不在哪里去啊 我没意思 我做这个活 这两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给你们几个放在里面 我叫我这么高兴得了 提及狱中的儿子和女儿 老母亲难掩心中的苦楚与怨恨 还学校接回来往上呗 又做好又接回来 都是洗衣服的几个人呗 这又弄弄那又弄弄 就是那我上班就去不了 我这段年吃不下了 对对对 是的 我就是老人那个能保 就是一个月三百块钱 你去离关掉 他自己儿子三块费 拿几块来 里面几块钱都是算老用的呢 一帮的不那个我都不用的呢 有时候几块钱放在里头扛牢 拿房子到 什么呀 好了就领的光光了 大女儿的呀 你帮我寄来先 以后他们回来再花 但比生活结局更让他感到担心的是 这个比自己高出很多 正处在青春期的大孙子 读书学习成绩有点偏科了呢 偏哪科呢 英语和数学 那还是要多努力的啊 你爸爸呢 就是说他心里对你 有一种亏欠 就是能见到他 做爸爸的一种责任 爸爸能够做出一些 什么样的改变 就是让他不要再做那些 违法的事情啊 就是老实一点本配 他出来以后自己努力一点 多陪你一点 也作为你的榜样 也作为你这个成长路上的 这个引路人啊 那当然像弟弟一样的啊 现在奶奶身体不好 就是这段时间 你也要自己要用心一点 多帮帮忙啊 弟弟自己也要帮忙照顾啊 了解情况后 民警们决定 带着夏宾的母亲和大儿子 一起前往探视狱中的夏宾 让夏宾放下心里的包袱 安心改造 夏宾和夏敏的老家 在浙江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被一个大大的水库环绕 另外一路民警 他们需要到达所在县城后 开两个小时的盘山路 再乘坐轮渡 才能抵达夏宾 夏敏父亲 所居住的地方 你是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啊 老婆在县城 忙他大儿子啦 那女儿 那个儿子都是他大 我们个老婆 我们在家里 没关系 这里是叔叔的 我都在这里呢 夏宾和夏敏的父亲告诉民警 他工商出院后 腿脚还没有完全恢复 又独自一人来到老家修养身体 叔叔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见过夏敏 就是 渣戏都没有结果了呢 你想他吗 写不肯定写了呢 有办法了 夏敏的管教民警还带来了 夏敏给老父亲的话 爸爸 我们已经上年都没见面了 我很担心你 我也很想你 一直在良心里都联系不到 爸爸对你跟妈妈 我觉得是亏欠的 我们让你们太嘲戏了 真的 作为子女 我们是不孝的 然后 爸 你现在你的腿 到底去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都是听姐姐他们说 到底你走路 就是后遗症到什么程度 我也不知道 有机会的话 然后我希望你去妈妈那里 跟我视频会解 真的 这是我现在唯一的 愿望 真的 民警家访结束后 他们父亲说 因为自己的身体和道路的原因 一直没去看望他在狱中的一双儿女 这次他想跟随民警一起到监狱探视 2023年12月1日 在夏宾和夏敏的管教民警 以及所在监区的共同努力下 浙江省石礼平监狱的会见势力 展开了一场特殊的邦教活动 这是夏宾和夏敏 入狱以来 第一次见到自己惦念的亲人 难掩心中的悲伤 梁起咪梁起咪 君子 梁起咪 我们来见你多为难呢 你们要知道你哪个啊 谢谢她吗 她吗都放心我们一下 大大小小她我都看到了 你看直接按 tää 柏帽海 是 бал Burma 你好好自己要改造 回去再苦再累 都要打工自己 成家一个家庭 而是你们自己两个对我压力带重了 真的 记住啊 对 老妈我知道错了 你都知道错都好 以后回来要好好听老妈的话 你就不听老妈的话 老妈要不认你了 要不要你了 从小你最小 老妈就最痛你的 我现在就再恨你了 你知道吗 老爸其实我很担心你了 我们那时候想四平会见 又见不了你 我没有读过书 要是到之前 我一般事情都搞不来了 你现在脚 脚好一点 那个不好 你那个样的 我放着伸出来 脚不好那个意思 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我在里面一切都很好 我会好好改造的 早一点改造就好了 你们两个都有孩子 我们还是休息 我们两个孩子没有 没有希望 我这很大心的 帮帮不了 下次对 你有没有什么顽固老爸说的 抽伤了 他成绩不倒好 头绪没有 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这么小 不跟他都说 你真的我管都管不了 你知不知道 你是老爸心里面的一个病 你在外面越听话 老爸在里面更伤劲 你可以直接影响到老爸的情绪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这千万要记住 在外面要忍 不能全都解决 对不对 你要把别人打伤了 怎么办呢 对不对 知道没 老爸不骂你 我知道你什么都懂 干嘛要骂你呢 奶奶你看身体又这么不好 对不对 你看一下爷爷又身体这么不好 家里面你是顶梁住啊 老爸又在这里 你说呢 母亲为了缓解这个悲伤情绪 给夏宾分享了他大儿子在篮球场上的优秀表现 你女儿子啊打篮球是有兴趣的 我们都没送过去他去学过来 他比赛到梅商学校比 他一队要是第一的 你怎么都不跟老爸说 你这么好的消息 为什么不把短信来告诉姑姑 会见即将结束时 浙江省市立平监狱 考虑到夏宾家的特殊情况 还特地为夏宾的大儿子 发放了助学金 相距的时间总是短暂 这次特殊的会面就要结束了 希望民警的用心 老父亲老母亲的教诲 孩子们的期盼 能让夏宾和夏敏从内心深处 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意识贪念 给家人给社会带来的伤害 希望他们在狱中为数不多的日子 好好学习法律知识 安心改造 努力掌握一技之成 出狱后可以自食其力 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功